捧他一下他都不行啊 黑桑过来 穿穿 穿穿 我刚才本来是想给你们看一下黑桑的那个下坠 因为有朋友说 他那个下坠两边不对称了 是因为他一个多月的时候被灼伤了 那个另外一边的 所以后面就一直发育的不是很 不是很整齐 被吓到了 哎呀哥哥哥 这只小黑鸡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他的花罐好像长不大一样 体型都已经这么大了 但是鸡罐还是只有一丢丢 串串 你也饿了 我一蹲在这里 大家都围过来想找我要吃的 割鸡花脖子 在唱歌 烤食 还有这只自来熟的小鸡 你 干什么 一直凑过来啄我 在我身上扒 鸡鸡 没有吃的 还没到开饭时间 他们饿了 来 捅一下你 他很乖的 这只小鸡 感觉性格非常好 他没有刚才那只小黑鸡那么那么大只 毕竟还是 有那个猪叫鸡 小体型的基因 猪叫鸡是比那个兔头小黑鸡要小好多 刚才那只黑母鸡的话 它是兔头小黑鸡跟串串的窄 所以呢 体型会比他要大一些 但是这一只相对于那些绿角矽骨土鸡来说的话 也算是比较大一点点了 揪住你 揪住你 穿穿一直在旁边看着我 骗一下他 骗一下穿穿 穿穿 穿穿 最容易被骗的小母鸡来了 兔头小黑鸡又来了 每次我一握紧拳头 然后他就凑过来 被骗了无数次 但是还是很信任我 鸡鸡 还有这只自来熟的小鸡等在这里 还轻轻啄我的拳头 鸡鸡 你看 你看 看到没有 然后兔头小黑鸡就撤退了 好现实的 还没到饭点吃点菜叶子 他们是真的很喜欢吃这个苦卖菜 你看 连哈密瓜这么不喜欢动弹的 他也要凑过来吃 兔头小黑鸡 哈密瓜站在他旁边 他有点压力 因为他很害怕 花脖子还有哈密瓜 哎 当凤头小鸡想要靠近的时候 两只老母鸡都要打他 看这些年轻的小母鸡不敢靠近 还有后面那一只也是很年轻的小母鸡 瓜瓜 瓜瓜最近没什么精神 有时候一整天都是蹲在那里的 旁边旁边小西那些鹅在那里乱叫 到饭点了 然后他们看到人影啊干嘛的 就会很激动 以为有饭吃了 串串你怎么不吃 串串啄到一小口 还想放地上呢 快吃 秀恩爱 兔头小黑鸡直接吃他嘴里的 哎呀 视频看完了 点个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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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